随着台海两岸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局势异常紧张 因为蔡英文不断地在搞台独 搬出两国论 还有吴钊燮要串访欧洲诸国 这都是给中国人脸上磨屎 中国作为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 就是一个发达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怎么能忍受这么一个鼻屎般大小的跳蚤 在这胡作非为 出中国人的丑恶心中国人 对不对 所以中国已经表现出 比方说派150架战斗机去台湾的上空进行翱翔 而且做了很多这种登岸演习 所以已经完全做好了收服台湾 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准备 台湾人是吓得不行赶紧抱美国大腿了 而美国的这个表态也是飘忽不定 一会儿说帮台湾 一会儿说不帮台湾 一会儿说要协助台湾协法 一会儿又说我们只支持台湾 帮他们训练人物和这个self defense 就是自卫 所以美国最后基本上是不会出兵 因为美国不会牺牲他们金贵的白人子弟兵 去帮助这些猪狗不如的台湾人 去抗争中国的压迫 台湾人自己没办法想出一个办法 我们要造这个国军钢铁人 一顶十一顶百啊 这就是台湾的钢铁侠 据说可以搬搬得动一千公斤的东西 要立抗共军的台湾钢铁侠 我真佩服台湾的想象力啊 因为苏贞行政院长苏贞川说要用扫把 跟共军的这个导弹进行抗争 蔡英文呢 要用这个这个这个意念和决心 对不对 跟跟这个道德水准跟中国这个共军来抗争 现在又搞钢铁侠啊 可以了 把把通人物都搞出来不要什么钢铁侠了 绿巨人啊 鹰眼啊 对不对 美国队长都搞出来了 这些人都可以帮台湾守护本土了 再丢脸了钢铁侠 台湾国军钢铁侠计划啊 搞出一个个超人 像史太龙一样以一敌百啊 实际上这样共军就攻不过来了 那肯定是一败涂地了 我真佩服台湾人的想象力啊 牛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吹牛呢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台湾是电信诈骗之都嘛 对不对 他们说什么话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比方说像中国人吃不起榨菜啊 吃不起老鼠啊 吃不起红烧肉啊 这都可以理解了 所以台湾军队是钢铁侠也可以理解了